哈喽大家好 瑞丸です 抢出法律战独看battle 在昨天我们还在想着 到底会不会有新L0的时候 官方今天直接把他的能力给放出来了 最新的L0 悟空&必克 就是加利克2是那部机场版内的 他们双人联机 非常的经典 这一幕我个人是 特别特别的喜欢 尤其是他们的联系必杀机上 真的是很好看 好 那么就直接先来看一下 他们的必杀跟主动机啦 処备 好 好 可以 雷尔 雷尔 不 不 不 你把你脖子拉住 我快要把你放在 放下 OK 怎么样他们的必杀动画 真的是相当的经典 有没有悟空跟迪克的联手合作 真的是超级少有的 然后这张卡 也有多一个像六周年的效果 就是六周年北极大的会切换卡面的效果 还蛮不错 开了主动剂之后 他们就会把身上的衣服脱掉 然后比克会把披风脱掉 而且这个主动剂 他也是还原了当初剧场版里面 比克就对过工作 你不要脱后腿这样子 超帅的 非常的nice啊 OK 那么这次就来看一下他们的能力啦 属性是超值啦 总共nicekoro 三维方面 防御力是蛮高的 他给了那个三维 55%的话就可以去到1万亿 还不错 然后攻击力可能有一点低 才1万7左右吧 不过搭配上被动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OK 接着就对长剂 就是组类别 气力加势 血光放130% 然后 之属的气力加势 血光放100% 这个队长剂又回到以前 只有130%的那个情况了 像上一只超17号还有150% 而这一边就剩下130%了 有点可惜啦 因为就是组类别其实蛮窄的 所以给了他150%应该是OK 可是也不知道他怎么搞 算官方的司法 那个想法我们也是猜不透啦 哈哈哈 那么来看一下他的必杀技 必杀技我个人觉得还算不错啦 符合现在的环境使用 蛇气必杀 一回合攻防上升 然后给极大伤害 然后防御力低下 再来就是超必杀 一回合攻防上升 然后给对手超级大伤害 然后攻防低下 攻防低下这一边的话 在战斗路上是比较适用啦 嗯 一般超场馆上就用的比较少 可是这一边的必杀跟超必杀啦 搭配他的主动机来说 算是还蛮OK的 虽然说只有一回合啦 因为这只本身的定位 要摆在第二或第三位 所以都是开了必杀技 攻防已经获得加成了 然后再来打 算是OK的 非常棒啦 这个是他的必杀技 然后接着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他的主动机 主动机这一边 必杀技发动时 自身的攻防 120% up 这个就是我之前讲到的啦 他们的这个定位在 站在二号位和三号位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能力 必须开了必杀之后才会发动 这一点是蛮可惜的 还有他的这个被动的名称 佛大利的呼吸 双人的呼吸 再走去 让他们同步呼吸 然后连接起来吧 然后接着嘛就是高确力 最大两灰最佳攻击 这边的最佳攻击 只是普攻罢了 但是就是可以把他接下来的被动 给更快的叠满这样子 来 攻击 每一次攻击 自身的气力会加1 然后最大可以加6 然后攻防 10% up 最大可以加到59% 这一边 我个人是觉得是相成啦 可是我看其他的攻略网那边是写相加 所以我也不太好猜啦 不过就 我就相信攻略网啦 是相加的话 可能就只有120 179%吧 如果跌到满 有点低耶老实说 以现金的环境来说 179 就算搭配上LL的数值 还是有点不够啊 所以我个人是期待他是以相成来计算啦 到时候实际使用的时候再来看一下 接着他最后一条被动啊 战斗中6回以上攻击 就是攻击6回以上过后 然后血量又59%以下 必定必杀技最佳发动 按照我的理解啦 他整个被动算下来最大概率 三发的必杀技 然后两发的普攻 一回合内 真的是超级夸张 哈哈 而且要叠被动 其实很快就会叠满 基本上差不多两 登场两次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会有一个必杀 一定是有的 然后高确力两回追加攻击 如果是两次都追加成功的话 就有三下 然后前解方面如果可以多一下的话 那么最大可以打到四下 所以很快的就能把最后的一条被动给触发上来 整体而言 我就觉得 以被动而言 还蛮不错的啦 如果他是以相乘来计算 气力也不太需要 担心会不够用啦 因为本身加7而且加到6点 嗯 一般的队长技都是加3气 6气 再加这边自身的6气就12气 打底就是一个12气必杀有的 然后接着可以看赤足以及连结 能不能直接发挥到超必杀 这样子 可以打到超必杀当然是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一般必杀也是不错 因为毕竟也是有攻防加成嘛 他的一般必杀 算是相当OK OK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 他的主动技 主动技这边的话 诶 信件 诶 认真 认真的 神父 发动条件 战斗中6回攻击 发动6回攻击以上 然后血量又59%以上是可以发动 基本上就是跟他的最后一条被动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是59%以上 一个是59%以下 然后在这个回合内 一回合自身的7d加6 攻防59% 老实说被动的加加成是很高啊 非常的猛 然后这边被动被动启动过后 卡面就可以切换了 变成 把那个身上的装备给脱掉 然后他这边主动技脱掉之后 因为他是只有一回合过后 他的衣服脱掉 其实不会改变到他的任何被动啦 就跟北吉他一样 只是视觉上面的差别罢了 当然在主动技上面也是会有 诶 再讲错 在必杀方面的那个视觉效果 也是有改变啦 虽然说动作都是一样的 但是身上的服装就会变成 一个是有传疑一个没有传疑 这样子啦 哈哈 我是蛮喜欢的啦 就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的 超经典 OK 然后连接方面 就是电码In Fighter 金战士 然后轻易的速度 Tafuness 立战的战士 精确的朴助 超级战 以及传说之力 老实说我看完这个 连接啦 每一个连接好像都不错 可是很冷门啦 像In Fighter 跟Tafuness 这两个就比较难找 然后立战的战士 也就有一些比较特定的角色有 再来就是精确的朴助 也是不容易找 很难去把他的连接全部连上来啦 尤其是你看他的类别嘛 我这边直接看类别先 旧式组 Full Power Combination 跟剧场版Hero 老实说要把这个 只有这四个类别 然后又要把这些连接连上来的话 我就觉得不太容易啦 我个人觉得 最好用来搭配的 就是 旧式组里面的那个 神剑物范啦 当神剑物范 呃 变成成中击范之后啦 发动主动机 中击范之后 就可以连到In Fighter 然后 精硬的速度 以及超级战 这三条连接 有气力连接 然后In Fighter 跟超级战 这两个攻击连接 像物范 完全是依靠自己的 他本身就有加三气 再加上精硬的速度 就有 嗯 就有多啦 十一气了 算是很足够啦 像这一张的话 自己本身的被动 就有加六气 再加这边两气 然后只需要多四气 就可以开到超VS 而且 很适合这一只的原因就是 物范非常适合 扛一号位 然后这个 站在二号位来打 这个是最完美的搭配啦 如果是 以这个队伍来说 至于他进到 那个剧场版Hero 这些 我是觉得蛮难搞的 目前我看到这个 这个连接 嗯 可能就是 以精硬的速度 这一条 这个 这个气力连接为主 然后来找 找搭配啦 不太容易啦 我是觉得不太容易啦 哈哈 嗯 这一张就是 比较情怀向啦 能力来说 算是不错 不到顶级 就不错 偏情怀向 可以抽 可以不抽 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特别喜欢这个时期的悟空跟 比克的话 真的是可以花一点来抽啦 可是 这边我要提醒一下啦 下个月 欸 气息活动 将会出一张新的限定Lout 就可能 各位自己 欸 拿捏一下啦 要花多少龙石 这边的话 我个人应该不会花太多啦 可能就是 以 先以十抽为目标 由中Lout再继续抽这样子 没中就 就停 哈哈 目前的考量是这样子 这张卡我个人是相当喜欢 可是 为了下一个时期会推出的限定 限定Lout 我可能是 应该是照我刚才的来抽法来抽啦 能力 不错 可是就 不到顶级 我只能这么说 而且还要看他的被动是 相成还是相加 如果相加的话 他的能力的 比如说平分点来说 就会下降一个 一个级别啦 看其他的攻略网 大家是 以相加来计算 可是 以被动的描述 我个人是觉得相成 会比较理想一点 哈哈哈 话嘛嘛 实际实际使用的时候 再来看看 大概应该是 我觉得这张卡应该是 6月17号才出吧 按照那一个 每一季活动 第二弹的时候 更新活动 然后顺便再出新的卡 这样子 ok 那么 这一次的卡 这张悟空&彼克 的能力 分享就到这一边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 またねー 那边 最常的 最常的 对你了 我看出你了 你以为我